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到关键摇摆州兵州造势 川普这次换上悲壮音乐当作开场 除了用名言炮轰贺锦丽还在提及2020选举造假 紧接着川普继续推销他的阴谋论将枪口瞄准媒体 川普躲过枪击之后的造势场周围都设起防弹玻璃墙 川普借机嘲讽媒体说要让做假新闻的媒体替他挡子弹 另一头贺锦丽最后时刻 二号惊喜现身老牌综艺周六夜现场 合体喜剧演员麻雅鲁道夫唱双簧 除了上综艺用谐音梗搞笑 贺锦丽还飞到密西根 参观当地一间黑人理发厅亲切和选民握手合照 每选最后倒数48小时 两党候选人继续抢攻七个摇摆州选票 川普会先后到宾州北卡及乔治亚 贺锦丽则是现身密西根催票 而至于选前之夜 贺锦丽将到费城艺术博物馆 川普则将在密西根大吉流城 为赢得大选做最后努力 特别新闻总报道 而民主党在最后周末狂打明星牌 他们找来了好莱坞女星史沙利乔韩森 以及金球奖的女星珍妮佛加纳 另外还有人气饶舌歌手卡地逼等 为贺锦丽来站台 只是选前三份主要的民调都显示了 贺锦丽和川普在七个关键摇摆州的差距 真的非常的小 所以竞争相当激烈 没选最后冲刺 民主党再打明星牌 现在来到的地方是民主党 在披萨堡的竞选办公室 这里他们打出了明星牌 请来的知名女演员 Scarlett Johansson 来为支持者加油打气 好莱坞女星黑寡妇 是加雷乔涵森一身之姓打扮 为贺锦丽拉票 大咖人物接续压轴登场 金球奖女星珍妮佛加纳 则现身威斯康星州拉票 新光逸依靠人气吸选票 IG拥有1.6亿粉丝的嘻哈女歌手 卡尔蒂B也在同一场集会上 支持贺锦丽 这场造势还有美国前总统欧巴马 帮忙站台 为了刺激选民出门投票 各州团体无所不用其极 选前投票最后一天 而还俄州团结联盟 豪气出动跑车 在选民前往投票所 选情倒数 但根据三个主要民调显示 七个摇摆州 两人都没有明显差距 不管是亲民主党的纽约时报 或是综合两党调查的 或是学者习佛统计的结果 所有摇摆州民调都在误差范围 纽约时报更说 这是数十年紧见的激烈美选 究竟谁能登上大位 恐怕得要到开票最后一刻才能见真章 TBA新闻总和报道 我们的特派记者也前往到 宾州的北安普顿圈 这个地方是从1912年到现在只有三次 他们选择的候选人最后没有成为总统 采访的团队发现到和都会区来相比一下 当地挺川普的选民其实不少 不过这一次美国总统大选民调真的咬得很紧 让两党的支持者都非常的焦虑 甚至和朋友家人都会必谈选举的话题 跟其他23个郡一样 北安普顿郡是最会选总统的郡 从1912年到现在只有三次的投票结果 跟全国不同 拥有这样审准的预测能力 不是因为人口数量 而是北安普顿郡的人口结构 跟宾州相近 选前焦虑人人都有 但是能不能跟家人朋友聊政治 那就不一定 我和父亲都不在政治上看不见 我看一样他看另一样 但也不是人人都对政治这么有感 身处选情激烈的宾州 28岁的谢拉克就不是注射选民 离开偏民主党的伊斯顿 紧致就变了农村 川普标语也越来越多 这也反映出美国都会跟乡下 在政治立场上的差距 一位宣皇松府 尼嘉辉在美国宾州的采访报道 美国总统大选倒数计时 对投资市场来说更是敏感 他们早就开始压宝了 希望能够借此大捞一笔 不过专家也认为 川普跟贺锦丽支持的经济政策 是大不相同的 由于这一次选战 态势又很紧绷 要根据白宫的接班人进行投资的话 风险真的比较高一点 不过还是有例外 像是房产的投资 就被视为相对稳固 因为外界预计 两个人都会推出 利多政策 不论共和还是民主党的 总统候选人说得多天花乱坠 对美国民众来说 最关心的还是手里 百花花的钞票 有些投资人就想趁着 每四年一次的政治大秀 进入股海当中大捞一笔 但专家说这次恐怕 不太容易 选情紧绷就只能从两位候选人 入主白宫之后的情况进行预测 如果川普回锅 很多对企业的监管措施 将会踪霸 川普选前也表态 将大幅提高进口关税 尤其对中将祭出 高达60%的进口税 可能会造成广泛的影响 与川普上任传统能源上涨相反 贺锦丽上台 预计将会维持拜登目前的 降低通膨法案 将对于川普 贺锦丽在国际贸易上 也比较不会采取强硬的态度 市场认为这将会是一项利多 至于外界担心贺锦丽选前 一再强调高达28%的企业税 会造成冲击 但专家却抱持乐观的态度 如果不想二选一 虽然选项有限 但市场研究专家还是找出 不论哪一位当选都渴望受惠的产业 一方面我认为 特别有利产业 特别有利产业 或是 特别有利产业 专家也提醒 目前两位总统候选人 都对大型高科技 还有药厂的监管 抱持比较强硬的态度 可能会影响后续的股价表现 但也认为就大盘的走向来看 不论共和还是民主党入主白宫 美股的表现都不会太差 分析师认为投资不应该 只关注政策走向 而是需要观察企业的体质 还有表现 亚宝长期性成长的投资 比预测哪个候选人当选 更容易得到丰厚的获利 区别新闻综合报道 西班牙的东部 面临的是毁灭性的洪灾 造成了超过200人死亡 西班牙的国王以及王后 前往了重灾区 瓦伦西亚勘灾 结果被怒火中烧的灾民 丢了烂泥巴来泄愤 王后还一度被吓哭了 但是没有想到的是西班牙的王室 在隔天发布影片当中 呈现的是一片温馨和谐 完全看不到民众的抗议 跟实际的状况 宛如是平行时空 周六西班牙国王与王后 现身勘灾 瓦伦西亚毁灭性洪灾 一下春 秒变众矢之地 被火冒三丈的灾民 怒丢烂泥 王室成员各个灰头土脸 灾民的怒火直冲最高点 怪罪政府无能 超过两百人 命丧当地百年来最严重洪灾 而且现在还有数十人下落不明 王室成员被当出气筒 王后雷迪西亚还被吓哭 平平事累 但隔天王室公布的 勘灾影片 仿佛平行时空 国王与王后倾听灾民心声 还互相拥抱鼓励 没有任何不满情绪 反倒相当受欢迎 与实际情况天壤之别 同样沦陷的旗瓦地区 重要河流布满泥浆 大街小巷都被泥土覆盖 住宅大楼前床白孔 灾民仍坚守家园投入救灾 就连西甲足球赛开赛前 巴赛隆纳 马德里竞技 还有赛维利亚球员们 纷纷戴上黑色臂章 为洪水罹难者莫哀 观众席也以掌声回应 为灾民祈祷 一切能尽快复原 TBA新闻综合报道 全球污染在战祸平传的今年 不仅是更加严重了 而且还增加了碳排量 还会和这个有空气啊 水源等等各式污染都在一起 但别以为焦土只有在战区而已 联合国的报告显示了 全球都正在成为了 环境污染的受害者 碳排量达到了史上最高 全球杂碗的外泄量也是飙增的 现在从印度的空气 到欧洲古老的湖泊 都难以逃过人类的污染 气候变迁让全人类 身处在险境当中 但是全球77%的碳排空污 来自了20个最富裕的国家 这些数字呢 跟对比也说明了 人类的自私还有短视 这不是烟火 是10月初以色列空袭 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部郊区 以军对外皆宣称精准轰炸 仍然在加萨走廊与黎巴嫩 不断增加贫民伤亡 欧洲冲突与环境观察组织 10月初公布调查报告 以军爆炸性武器产生 4200万吨碎片 难民们可能吸到废墟中的石棉 等有毒粉末 水焰基础设施全毁 污水排入地中海 67%的农田也成焦土 加萨连生态漆地都净毁 处理垃圾保守估计 会产生8万吨二氧化碳 已军开打的前四个月 使用的燃料和武器 保守估计排放60万吨二氧化碳 人类互相冲突也排探 欢欣庆祝还是要排探 10月底印度的光明节 又称排灯节 缺离灯火与烟火 是不可或缺的元素 但一时的光明过后 留下散不掉的雾霾 印度原本就遭透了的空气品质 跌到谷底 PM2.5空瓶指数 在0到50之间是空气良好 光明节后大德里区的 空瓶指数高达330 滚滚红尘情景太难 各国领导人开会再开会 三大温室气体依然不减反增 联合国气象组织调查报告指出 从1990年至今 温室气体造成暖化效应 增加51.5% 其中二氧化碳增量最多 但美国一家专门追踪甲烷的 气体侦测公司表示 去年他们利用卫星在全球 侦测到每小时排放甲烷超过百公斤的地点 粗估一万五千个 短短一年现在暴增到两万个 甲烷快要超车二氧化碳 成为对全球暖化贡献最大的温室气体 这家公司批评2023年联合国气候变迁大会上 各国政府与50家石油公司都签了降低甲烷排放的承诺 根本没执行 他们侦测到的甲烷排放量多数来自北美 与欧亚大陆等富裕国家 其中一半来自油气产业 三分之一来自垃圾处理 另外16%来自采矿 为了经济繁荣 许多国家的政府优先牺牲环境 从汽车零件到水壶到太阳眼镜 列入世界遗产的欧洲最古老湖泊之一 奥赫里德湖 湖底出现了一堆绝对不是古迹的东西 当地学者说 湖泊周遭的生态棋地都被破坏 情况已经恶化到不可逆转 因为当地官民显然都不愿意放弃旅游业 两百多种独特原生物种已经冰决 而在印度不可逆转的惨况 也发生在新德里的亚木纳河 这条印度的圣河之一 本月份节庆时 会让上千位信徒下河浸泡 问题是这条河已经被更快速地彻底污染 河面上白色碗如浮冰或雪花的东西 是有毒工业废弃物 波士尼亚的河流在一场洪灾中受到重创 冲出来的都是人类制造的垃圾 志工忍着恶臭开船在水坝附近清垃圾 十月初洪水过后 垃圾沾满蓄水湖面 惊人又恶心 但若不清除 下游四座水力发电站运转 也会有困难 无奈的是许多人只想到这一代人或自己的幸福 联合国最新报告显示 全球20个最富裕国家造成77%的碳排污染 为了私利 切后协定的承诺与目标都没被当一回事 政府与大企业选择利益 而非环保是玩火自焚 TVBS新闻综合报道 在大陆拥有六枚奥运桌球金牌的现役球王马龙 受到了马英九办公室邀请 要来到台湾和青年学生进行交流了 连线给记者李宗泽 好 大陆桌球奥运六金王马龙 曾与我国桌球好手林云如有过多次交手的经验 还曾经被林云如打败过 而马英九办公室这次两岸陆生青年交流 出现的最大亮点 就是成功邀请到六金王马龙来台 带你一起来听 我们马前总统已经邀请了 包括大陆 北京大学 清华大学 复旦大学 中山大学 浙江大学 福建师范大学 北京体育大学等七所大学 共40名的师生 于今年11月27日 访问台湾九天八夜 与台湾六所大学交流 并参访台湾著名景点 这次陆生团的成员包括就读北京体育大学的 2016李约奥运 及2020东京奥运男子单打桌球冠军马龙 以及就读清华大学的2020东京奥运设计冠军杨倩 好这次交流的目的也是马英九办公室认为两岸关系 现在空前的紧张格外需要民间交流 因此也安排了大陆 几所著名的大学同学来参访 实地的与台湾同学互动 倾听台湾民众的心声 而且是了解台湾的真实情况 他们认为这样有助于缓解两岸气氛 还有最近大陆不少城市都在举办马拉松 有主办单位为了提高报名的意愿 让全马完赛的跑者 可以在终点领到一公一亩的螃蟹 而且直接就可以蒸来吃 另外是杭州的马拉松闹出笑话了 原本跑了第一名的非洲跑者 竟然因为工作人员只错路了 导致他从第一名变成了第二名 枪声一响 三万六千名马拉松跑者 起步往前冲 浙江杭州三号举办的马拉松比赛 设有全马 半马 欢乐跑三个项目 还安排机器狗为选手配速 不过全马赛事发生小插曲 原本领先的是穿着白色衫的非洲船手 内地媒体报道 在就到终点那时 怀疑因为大会工作人员引到错误路线 白衣非洲选手认为 比赛工作人员只错路 导致他被紧随在后的另一名非洲选手反超 最后丢怪 只拿下亚军 小正义不影响多数跑者心情 主办方为了炒热气氛 还在终点放了加油机器人替选手打气 大陆马拉松比赛越来越夯 一年将近700场 总参赛人次超过605万 马拉松受欢迎也让各地主办单位 纷纷推出特色活动 用差异化吸引跑者 南京马拉松为全马完赛跑者 准备一公一亩螃蟹礼包 现场还准备蒸笼 跑完就能大快躲移 西安马拉松三万五千名跑者 从西安城墙永宁闷出发 途经钟楼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 感受古都魅力 大陆最北冰雪马拉松也在墨河开跑 感受到北方的那种冰雪来的也很兴奋 没见过这么美的号灵啊 在30度的这个山压来到了这个零下十几度的 咱们中国最北的北极村非常的爽 近几年跟着马拉松去旅行在大陆盛行 很多跑者会带着朋友或家人一同前往 边比赛边旅游 官方也积极推广 盼着将体育流量变成经济增量 TVBS新闻程序李敏珍综合报导 好 追踪第一线时间 视讯访问到的是日本九州大学临床心理学博士 现在旅居在丹麦职业的荣格分析师广媒方 博士您好 主持人您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 邀请博士带我们先来看到的是一项 2010年研究指出年收入一旦超过了7万5千美元 大约就是台币240万的一个幸福感情置点之后 再多收入也不能够使人更加的快乐 不过现在有最新的研究推翻了这项理论 表示即便年薪已经超过1000万台币 那么获得加薪也会跟低薪者获得加薪一样的快乐 好像跟财富的基期高低没有太大关系 当然欲望是一个无限的 知足显然是蛮有难度 我们该如何来看这样的一个研究结果 或者我们该如何从心理层面出发 去获得所谓的幸福感呢 邀请教博士 是的 追求幸福是从上个世纪以来 一直受到欧美还有我们台湾的人们追捧的一个人生目标 许多心理学家也因此都会研究 人们到底如何会感受到幸福 许多相关研究都证明 金钱的确可以帮我们得到一定的幸福感 比如说可以让我们有安全感 免于贫穷的恐惧 也可以得到对于周遭事物的支配感 满足一定的欲望 更会因为加薪而得到自信的感受 不过幸福除了金钱可以买到的这些部分以外 也会受到一些和金钱没有关系的事情影响 比如说我们是否会在生活中感受到爱 对别人的同理心 以及对于大自然的一定的敬畏之心 其实都会正向的影响我们的幸福感 有一个很重要的新发现是 如果会过度追求幸福 反而会不太快乐哦 今年的美国情绪期刊 针对1800位受试者对象做的研究就显示 人们会因为过度在意一件事情 到底可以带给我们多少快乐 反而会让我们导致太计较患得患失 造成幸福感降低 这就像是如果我们太在意某一个重要的节日 或者很在意花钱买快乐的时候 是因为希望一切都完美而快乐 结果反而就因为因此会用放大镜 去审视这一天或者这个东西的点点滴滴 反而忘记要享受事情的过程 所以很重要的是当我们在追求幸福的时候 心里面不要有太多的评价跟比较 不要太过度的追求 放轻松一点 反而可以让幸福快乐的事情变得更快乐 还有现代人的生活 其实离不开3C产品 很多人工作或者说上课累了一整天 就想要上网滑滑手机啦 追剧或者是看一个短影音 这听起来当然是蛮放松 但其实也是一种危机 有南韩的专家就市井说 多半痰成瘾日益的严重 所以要请教博士 您自己在职业的时候 是否有遇过类似的案例 还有根据您的观察 这种现象是否越来越频繁 该如何来做所谓的数位排毒呢 要请教您的建议 是的 有的 这个在我自己的工作当中 也会有很多的时候 会得到很多的反馈 就是有关3C产品用的太多了 用的时候无法自拔 用完之后却反而有很多负面的感受 那这个在2020年 世界卫生组织就已经正式将 有关跟网络相关的 这些电子产品的使用过度的状况 定义为数位上瘾这个病症 当人们呢 过度的透过这种被动娱乐 也就是透过观看视频的方式 让影片声光刺激自己得到娱乐呢 其实会导致我们有管理时间困难 经历流失 专注力出现障碍等问题 而且会导致晚上失眠 而长期只是看这些视频呢 一直坐着或躺着 一直是被投胃设计好的短内容呢 身体因为没有运动 脑子没有思考 会导致身体发胖 肩颈酸痛 肢体僵硬 甚至会影响我们的遗传因子 而心理方面呢 其实会引发越看越焦虑 感到压力 甚至最后导致有一些忧郁的状态 因此呢 数位上瘾也被称为 二十一世纪的鸦片 其实对我们的身心健康 有极大的坏处 所以要适度的使用电子产品 回归到健康的生活方式 是非常重要的 那如果我们要做数位排毒的话呢 其实有几个小撇步 首先是如果你怀疑自己 是不是有出位上瘾的话呢 你不需要自己怀疑 应该建议你马上 第一可以先去跟家人朋友确认 看看他们觉得自己 是不是有这方面的问题 再来呢 请去找专业的人士帮助 比如说医生和心理师 来协助自己排毒 那同一个时候呢 你其实可以透过观察 自己的上网时间 来确认自己 要到底有多少时间用在网上 然后可以设计一些 特别的不用手机跟电脑的时间 比如说睡前一个小时 还有不要用手机 还有在和家人朋友吃饭的时候呢 在社交的时候呢 也尝试不看手机 甚至可以把手机放在包包里面 或者放在另外一个房间 主要是为自己创造一个 无手机网络的空间 那最重要的呢 是由让自己的五官跟感受 再度和真实的世界相连 所以比如说去郊外走走 做运动 亲手做料理 享受美食 都可以帮助我们感受到真正的快乐 可以提高幸福指数 同时也会帮助身心健康 晚上也会睡得更好哦 还有随着年龄 增长人就会变得比较没有精神吗 有些老人家感觉身体不太舒服 就会抱怨说腰痛啦 胸闷啊 或没办法呼吸啦 结果跑去做检查 又没有什么问题 这是否可能出问题的不是身体 是心理呢 我们该如何来观察一下身边的长辈们 然后又该如何去帮助他们 改善他们的状况 要请教博士 是的 退休族群的长辈 一般会认为是一个 终于可以摆脱工作跟家庭任务的年纪 觉得他们应该可以放松休息 跟享受人生的时光 但事实上是呢 退休之后的人们呢 会因为体能的衰退跟老化的影响 导致没有办法像以前那么有活力 也不能做很多以前很喜欢做的事情 同时又会因为同辈朋友和家人们的离开 可能会感受到 一直频频感受到丧失的状态 所以身理上的老化 跟心情上的孤独感呢 都让长辈们有可能在不知不觉中 进入到一个忧郁的状态 甚至罹患忧郁症 导致长辈们的身心健康受到威胁 但是其实这并不是一件无奈 而必须要接受的事情 我们可以针对这些可能可以发生的事情呢 提早做出准备和应对 帮助长辈们面对变化 迎接新的可能 保持健康 获得人生的新体验 那我们可以做的呢 有几个方向 第一个是当我们发现 长辈的体能上发生变化的时候呢 我们不要因为觉得长辈是老了 就扶老 就不去做任何尝试 我们其实可以鼓励长辈及早和医生咨询 看看有没有什么方法 比如说透过一些适合他们现在的 体能的一些运动 或者是适合他们现在的身体状况的一些饮食菜单 帮助他们再度迎接健康 但是与此同时呢 美国的研究也显示 长辈们呢 其实是不太喜欢做太多改变的 比如说你会发现 长辈比较喜欢去一些习惯去的餐厅啦 指点那些喜欢吃的菜 因此当我们建议长辈们改菜单或者运动方式时呢 很重要的是尊重长辈们的喜好 要动动心思 为长辈们量身定做 符合他们的原来的喜好的生活方式 而最后的是我们要注意 当我们关心长辈的时候呢 要记得他们也跟我们一样有很强的自尊心 甚至可能因为退休等身份的改变呢 让自尊心更脆弱一些 所以我们一定要用尊重的态度 跟比更细腻的方式关心他们 当我们发现长辈有可能有忧郁症的时候呢 或者觉得长辈们有需要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的时候 最好以尊重为前提 如果必要的话 我们可以先和医生和心理师沟通 找出一个尊重长辈 同时能够切实帮助到他们的方法 既能表达我们的孝心 更能让事半功倍 尊重和包容 希望大家都可以获得身心的健康 也感谢博士今天的分享 谢谢 而接着带大家来看到老化是人的一生当中 难以抗拒的自然现象 但近期就有研究发现 人在44岁60岁 这两个时间点会老得特别的快 那么美国史丹佛大学医学院就针对了 108位25到75岁 追踪他们体内13.5万个生理特征 包括了血液 蛋白质 脂肪等等的变化 发现44岁和60岁这两个阶段 身体会急剧的衰退 包括了肌肉的老化 酒精脂肪 咖啡因呢 也会因为代谢能力下降 所以心血管的风险就跟着增加 拿起弹力球 长辈们跟着老师一起做简单的伸展运动 提高关节灵活性 也能预防肌肉僵硬和萎缩 现在不少里面活动中心 社福团体都会在据点规划长者体势能课程 鼓励他们多运动多交友 这个很有效 因为可以拉筋啊 这样可以拉筋啊 这个很不错真的 这样平均起来 我一个礼拜可以说 有三次的那个配合 虽然时间不是很长 可是我都是会抓住时间 趁还有时间 还有体力 多多运动 随着医疗进步 生命不断延长 适度运动是防止身体精能衰退的有效方法之一 我们是希望他们能够就是多运动 然后肌力增强 然后之后可以防止肌扫症 然后还有一些骨质疏松啊 多做一些大腿的肌力运动 都是有帮助的 有肌力之后才会健康 然后就可以延缓老化 养成运动习惯 多存一些健康本钱 美国史丹佛大学医学院 就针对108位 25到75岁的人 追踪他们体内13.5万个生理特征 包括血液 蛋白质 皮肤细胞等变化 发现44岁和60岁这两个阶段 身体会急剧衰退 44岁时 酒精脂肪 咖啡因代谢能力下降 心血管风险增加 肌肉也开始老化 而当人们到了60岁 碳血化合物代谢能力 和免疫力都会下降 这些变化也导致癌症 心血管疾病 糖尿病 风险激增 其实是有观察到说 44岁这个年纪 就是可能开始一些 咖啡啊 酒精或是脂肪的代谢 会有一些比较不好的状况 那60岁的话 可能就是免疫力会下降 那这两个时间点 其实都有观察到说 肌少症 就是肌肉变少 这个状况也会 比较显著一点点 如果是以这个非线性老化 就是这篇研究 他提到这个重点 其实在过往有一些研究里面 就发现到说 人体里面包括像是 RNA蛋白质 它本身就不是一个 慢慢的缓缓的 一条直线的下降 它会有几个年龄 加速它变差的一个状况 像在美国 心脏相关的疾病 它分别会在40跟60 这个风险会增加 那也发现到说 像手的这个力气 它会在40多跟70多 会有明显的下降 医师也强调 引起老化 因素有很多 包括遗传 荷尔蒙 代谢力下降 都是原因 但想要预防 得从多方面着手 除了饮食和运动 也要定期健检 癌症筛检和打疫苗 像是筛检跟疫苗 那我们以这个研究看到的 就是说 举例来说 它在60以上 免疫力可能会比较差 这件事 那所以像现在也是这个 流感疫苗 公费施打的季节 像政府第一阶段 推动的这一个 65以上的族群 公费疫苗施打的对象 那也会是一个 适合预防接种的对象 预防的话 就是饮食跟运动的控制 再来就是说 烟酒可能需要 做一些接触 那可能需要定期的 做一些身体健康检查 如果有慢性病的人 要控制好他的慢性病 再来就是说 我们可能要保持一个 跟社会跟家庭良好的 人际关系 身体有使用年限 老化是人的一生中 难以抗拒的自然现象 想要健康抗老 从多管道着手 就能多存一些健康本钱 TVBS新闻 黄冠伟德燕轩 台北采访报道 摩天大楼的清洁工作 被列为是世上 最艰难的工作之一 不过美国德州的 达拉斯摩天大楼上 出现了一款洗窗机器人 它不仅配有了摄影机 还可以侦测药清洗的区域 同时能够检查建筑结构 大幅降低人工清洁风险 高楼大厦前摄影机 对准四数度角拍摄 它们可不是在抓拍鸟类 而是这个超酷型科技 我们有一个超酷型科技 这是一个超酷型科技 它是在建筑上的 骑士兵器 和清洗器器器 美国德州达拉斯上城区 出现这款机器人 它能够吸附在高楼大厦的 窗户上做清洁 宛如蜘蛛人电影拍摄现场 这个名为Ibex的洗窗机器人 配有摄影镜头 能够精准侦测要爬过的窗户 并确保不会遗漏任何地方 操作方法也相当简单 只需要一台平板 按钮清洗一按就能轻易操控 摩天大楼的窗户清洁工 经常被列为世界上最艰难的工作之一 工人需要悬挂在离地几十公尺的地方 不仅危险系数极高 甚至还要花上好几个工作天 不过现在诞生了AI洗窗机器人 不仅能够垂直爬上大楼 降低人工清洁的风险 同时还能检查建筑 让管理者知道结构潜在的问题 就目前来看 这项21世纪的AI科技 似乎是利大于弊 TV新闻总报导 印度的人口超过了14亿 其中青年族群比例高 有着庞大的人口红利 不少南韩企业都把印度当成了替代中国的方案 那么南韩现代汽车的印度法人 近期进行了首次的公开募股IPO 计划要将印度培养成战略出口中心 南韩现代汽车的印度法人 10月22号进行首次公开募股IPO 现代汽车集团会长郑一轩 亲自到场进行敲钟仪式 3 2 1 这是现代汽车海外子公司的第一次上市 具有指标新意义 现代汽车自1996年进军印度市场 透过持续的在地化和多元的社会参与活动 在印度的汽车市占率超过14%上升到第二位 这次上市融资额达到33亿美元 是印度市场史上最大规模 现在汽车计划明年1月在印度推出当地制造的第一款电动车 由2015年在印度上市 累计销量超过111万辆的 CRETA为基础制造 CRETA EV由印度的现代汽车研发中心 和南韩南洋研究所开发团队合作 以印度人的偏好需求量身打造 以2023年为基准 印度电动车年销量只有9万辆 虽然目前还是个小市场 但未来可望快速增长 印度政府的目标是到2030年为止 电动车在整体汽车销量比重 扩大到30% 印度是继中国和美国之后的第三大汽车市场 现代汽车计划将印度培养成战略出口中心 将汽车事业扩大到中东非洲 以及中南美洲等新兴市场 印度人口超过14亿 其中青年族群的比例高 有人口红利 内需市场增长潜力大 加上政局稳定 不少南韩企业都把印度市场 作为代替中国市场的方案 南韩有需电子也考虑让印度子公司 趁着印度股市热潮 在当地IPO上市 帮助达成2030年前 电子部门营收达到750亿美元的目标 美中竞争 全球供应链重组 选择印度替代中国的跨国企业将继续增加 TBS新闻综合报道 但您看到因为涉嫌诈领助理费 一审遭到重判 七年四个月新竹市长高鸿安 今天早上二审首度开庭 那么四名涉案助理也被传唤出庭 法院外集结了不少的支持者 跟反对者情绪高涨 大喊口号 被停止的新竹市长高鸿安 一现身现场开始躁动 高院大门外分成两边 支持者小草们大喊绿色迫害 台湾国则在对面高喊重判高鸿安 因为这天是涉嫌诈领助理费案 二审首度开庭的日子 高鸿安一改之前风格 不穿西装外套 穿蓝色洋装出庭 被传唤的还有时任公关主任王玉文 前行政主任黄慧文 还有时任法务主任陈玉凯 以及时任办公室主任陈焕宇 由高鸿安打头证先接受讯问 再由其他四人轮流 他一审被重判七年四个月 这回准备停上 委任律师要求传证人 法官表示必须在两周内 补读相关文件 约二十分钟就结束讯文 高鸿安没多做回应 直接上车离开 到了约十点半开庭结束的王玉文 也打破沉默 北京也对一审判决不服提出上诉 认为低薪高报跟虚报加班费 都是诈期守法 高鸿安无意给助理虚报的加班费 却向立法院申请已构成诈述 认为北院裁定不当 支持者反对者们情绪高涨 集结人数越来越多 遭警方广播警告劝导 最后陆续离开 首度开庭约接近两个小时 全部讯问完毕 到底会传谁做证人 恐怕也是高鸿安未来 司法攻防关键 提供越新闻综合报道 台湾企业界看美国大选 远东集团董事长徐旭东 面对了提问 他表示很有趣 而且好现象是 投票人的素质是增加了 但是也要大家就不要乱猜了 就好好的等待最后结果 要大家不要再猜了就等吧 因为美国大选10月5号投票日 共和党川普跟民主党的贺锦丽 目前战况白热化 就连美国七个摇摆州 民调都很胶着 但徐董官选重心摆在台湾 都要跟台湾我爱 我很有兴趣 但如果要分析利弊 徐旭东说太难了 其他企业界大佬则认为 不管谁当选 对台湾好像都不太有利 还拿川普对恶务战争的 处理态度来举例 不管谁的利益 他只管他 川普跟美国的利益 这个是我最危险的 他道义都不讲了 台湾要自己保重 目前选情五五波 倒数计时阶段也影响台股开盘 10月4号开盘指数 22,839.18点 上涨59.1点 开高走高 早盘涨了超过白点 一度涨破了150点 而台积电开盘价为1,030元 上涨5块钱 一度飙涨了15块 广达也有买单拉台 不过分析是说 市场上很多投资人 进入到退场观望态度 外资对于谁当选 也有不同的剧本解读 台积电仍然是 今天台北股市稳盘的一个重心 那么带动的是 跌升反弹的科技类股 其他包含像是在金融 也缴出了不错的一个助攻的成绩单 极短线中 每选结果出炉之前 投资人都还保留态度观望中 不过外界传出 不管谁当选 台积电已经准备好大理 12月底开始扩大美国投资 不过分析师认为 应该是孤独联想 因为都在计划当中 不管谁当选 站在台积电的营运立场 支持美国制造 美国厂的落成都有正面帮助 TV本身刘一郡 你才会报道 我是詹书涵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见了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